2020年初夕夜 刚刚回到四川的王岭 还没吃完连夜饭 就接到公司的反感电话 要求他立刻返回上海 接到这个通知 王岭没有任何犹豫 就开始踏上反感的路程 就在他接到电话的前几天 武汉封城 新冠病毒已经扩散到全国范围 关键的医疗设备一级难求 作为医疗设备的工程师 王岭必须连夜赶回去 准备生成设备 由于全国所有省市启动一级响应 村庄封闭 道路封锁 山山中的他寸步难行 但他并没有抱怨 而是连续走了四五个小时的山路 辗转了三个交通工具 才登上去往上海的班车 像王岭这样的工程师 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刚到家与父母团聚 此刻又从全国各地 重新聚在一起 他们要为狙击传染病 为中国医疗设备 做一次最漂亮的反击 这是我医疗器械的第二期 在上一期我做了CDG芯片的科普 让大家看到了中国高端医疗器械的未来 很多人觉得不过瘾 所以这一期我们就来更详细地讲讲 中国高端医疗器械是如何绝地反击的 这个故事异常精彩 2020年出席前后 武汉政府正式宣布新建火神山 雨雷神山 一场关于新冠病毒的大会战正式拉响 这场大会战的结局大家都很清楚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在医院规划刚出炉时 我们的建设单位心里是忐忑的 按照常规的流程 同等规模的医院至少需要两年 涉及基建 医护 医疗设备三个领域 将它们称为大会战的三条战线 也不为过 像木组刚接过的任务时 曾做过简单评估 得出结论是 想要在十天内完成任务 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一般是需要两年 才能建成一个传染病医院 医护人员也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资源心力 医疗设备更加没有 其中 基建和医护还好说 但在医疗器械上 不仅需求量大 安装也十分好时 众人也是犯了难 尤其是高端CT机 它不仅是最重要的肺炎筛选设备 在以往 中国高规格医院使用的CT机 也普遍依赖进口 服务和价格就先不说了 有些品牌反应和组装慢 根本没有几个品牌能做到 并贵神速 那怎么办呢 项目组依然决定 全力备战 没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既然进口品牌不一定可靠 那么关键时候 国产设备就要顶上去 东软 联影 麦瑞等一批国产企业 临危受命 成为火神山 雷神山医疗器械的 主力供应商 在宣布任务的当天 基建 医护和医疗器械 三条战线同步开始 当医院所在山地 刚刚磨平的时候 医疗设备的准备工作 就已经集结完成 当医院的地基刚铺设完 医疗设备也已经到达 火神山现场 当医院的墙壁 等树立起来的时候 大部分医疗设备 已经调试完备 创下了医院还未封顶 设备已经就位的奇迹 2020年2月初 火神山与雷神山 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交付使用 在火神山云直播期间 晚人基建大会战 与全国医护大集结 让全中国人 看得是热血沸腾 唯独以CD机为代表的 医疗器械 却很少有人关注 只有一线人员才知道 他们创下了 一个又一个奇迹 麦瑞连夜出图纸 第二天早上 就将板房准备好 麦瑞在36小时 安装了三台高端CT机 打破了最快安装记录 董软在数天完成 从128层超高端CT 到后处理软件 全流程搭建 比常规时间快了一半以上 完美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但是属于中国医疗器械 属于CT机的辉煌 才刚刚开始 作为新冠筛选的主要设备 也是三大高端医疗设备之一 中国高端CT机的表现 无可挑剔 而且还不只是在 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上 更加亮眼的成绩还在后面 房舱CT 车载移动CT 高端AI智能CT 各种高端CT 在疫情期间大放异彩 国产CT机一改低端 技术落后 精度差的刻板印象 开始成为国产设备 高端化的代表 中国高端CT机的背后 是一段中国医疗器械 70年的奋斗史 这段历史 虽然走得是极为艰难 但也是充满热血 这个故事 还要从X线机的诞生说起 X线机的原理并不复杂 我们人体的各个器官的密度不同 这些器官会吸收的 X线量也不同 通过测量吸收的X线辐射量 就可以检测出 人体的各个器官情况 X线机结构简单 但是中国发展的也比较晚 世界上第一台X线机 是在1885年 由英国人发明 而中国在1952年 才诞生了第一台X线机 国庆号 不过X线机性能是有局限性的 人体内某些器官 对X射线吸收的差别很小 没办法区别开 这时候就需要一个 加强版的X线机 也就是CT机 世界上第一台CT机 直到1972年才诞生 不过它只能扫描人的头颅 两年后 全身CT正式诞生了 凭借更详细的透视功能 CT机很快就被世界各国 应用在医疗领域 相比于西方 国厂CT机发展得更慢 直到1980年 北京几家医院 才第一次引进了几台羊CT 为了更好地使用这几台CT机 这几家医院还专门派了 几个医生和教授 到美国接受5个月的培训 中国CT机 就是在这样一片空白中启蒙的 相比于启蒙 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加艰难 主要有两点 一个是人 一个是机器 而且这两个又与CT机 息息相关 倒不是说中国缺乏人才 而是有人才 却没办法培养 早在引进CT机的第一年 北京医院就专门举办了 几期CT诊断培训班 全国各地的医生 都可以到北京 学习CT诊断技术 其中 不乏各个学科的教授 这些人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但问题在于 培养的优秀人才 往往没有机会实践 当时 一台CT机 售价就要几百万元人民币 高端一点的更贵 而那时候中国又不富裕 没办法大量采购 1984年时 全国数千家医院 但是CT的装机量 也只有30余台 这里面还有很多是二手CT机 CT机数量少 自然就成了稀缺资源 每天检查患者都来不及 自然也没有额外的时间 留给医生练手 同时 购买二手CT机 也有很多问题 它虽然便宜 但也容易坏 有些二手CT机 是绕过厂家 直接向医院出售 这些设备 通常都是淘汰品 不仅容易坏 一般也不在保修范围内 一旦出现故障 医院只能花高价 去请品牌商过来维修 或者更换零件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 就算医院愿意花钱 其实也不容易维修 因为扬CT机 往往有两种答复 一个是直接拒绝 另外一个是 满天要价 不要觉得不可思议 在80年代 这种事情特别常见 我举个例子吧 1983年 北京医院因为床位紧张 需要扩张规模 由于涉及到CT室 所以医院的领导 就请国外的工程师 协助转移CT机 结果他们的工程师 索要了几万美元的 巨额移机费 换算成人民币 就是几十万元 要知道 当时北京的房价 也才2000元 移动一台机器的价格 就可以买一套房子了 医院领导无奈 也更加懂得了那句话 自己干不了的 总会被满天要价 于是他们顶住压力 冒着巨额损失的风险 让院内的工程师 自己学着采解移动 最终证明 医院的工程师 并不比国外的差 虽然费了很大的力气 但是一分钱也没花 北京医院被满天要价 并不是孤立 在这之后的数年 很多医院都遭到了 类似的经历 有些医院CT机遇到小问题 没钱维修就将就着用 有些医院遇到大问题 没有钱修 也只能废弃着 花巨资买了机器 只能荒废着 这就是技术落后的代价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中国其实也做过两次努力 1979年时 中国将颅脑CT设备 设为国家重点项目 由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 联合40多家单位 共同研制 总共历时4年才完成 1983年 中国第一台头颅CT装置 在上海通过国家机鉴定 头颅CT研制成功后 在难度更高的 全身CT研制上 却出了问题 1987年 中国国家6部位 将全身CT列为重点公关项目 该项目 联合了44个院校研究所 共计2000多人进行功课 总共投入1.3亿元 最终在1989年宣布失败 此后 中国很少有人再提这个项目 事情转机 同样发生在80年代末 一件震动中国医疗界的 CT机复活事件发生了 这件事 我在上个视频就说过了 不过当时说的不够详细 这边再补充一下 当时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引进了一台价值数百万元的羊CT 结果这台机器 在安装调试时 就出现了故障 迟迟不能解决 而美国的工程师 也表示无能为力 之后干脆拒绝了 医院的维修请求 导致CT机 还没开始应用就搁浅了 上世纪80年代末 中国刚刚改革开放 外汇极其紧张 花费宝贵的巨额外汇 机器却瘫痪了 自然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甚至斥责 如果你现在去找 可能还会在某些报纸里发现 CT机变成植物人的报道 即使舆论铺天盖地 医院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在社会上广发英雄铁 邀请专业人士前来修理 而接下这份招弦令的 正是东北工学院的几位老师 1988年12月 东北工学院教师 郑全璐 李甲地 汉山接榜 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攻坚战 正是这次临危寿命 一局改变了中国医疗器械的格局 1989年 几位老师废寝忘食研究80天后 CT机不仅成功复活 而且在他们的改造下 性能还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CT机的复活 鼓舞了全国的医院 之后 两位老师还复活了 其他几台CT设备 东北工业大学老师们 对此非常重视 心想 既然能维修 我们为啥不能自己造呢 当然 这个提议很快遭到了 学校部分领导的质疑 同时期的国家级项目都失败了 区区东北工业大学 要资金没资金 要设备没设备 弹劾研发 CT机这种高科技项目的 甚至有人直接回应道 你能研究出来 我爬着出学校 在争论不下时 东北大学副校长杨佩珍 力排中意 成立了CT机研发团队 CT机研制项目 才得以正式成立 CT机团队开始壮大 对于研发团队而言 主要的难点有两个 第一个是 研发和设计CT机 这是CT研发的第一步 是从零到一的过程 国家六部位主持的 全身CT项目 就是败在这里 第二个难点是 工艺生产 从一到无数个的过程 放映全世界 有能力研制CT机的 也不过寥寥数个国家 而能够造出CT机的 也不过美日德等国 尤其是号称GPS的通用 菲利普 西门子 更是垄断了全球的市场 这两个过程可以说是 万里长征的接力赛 在第一个研制阶段 它的原理简单 但是难度也很大 CT机的原理和结构 与X线机差不多 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 分别是 X线管 探测器 以及扫描架组成的扫描系统 数据和计算的计算机系统 相机和显示组成的显示系统 这三个部分在当时 都属于尖端技术 任何一个部分 对东北工业大学的团队来说 都是艰难的挑战 X线管 电路板 高压发生器 汉字软件系统等等 几乎所有的设备都需要功课 可以说从走进研发室 想这样的技术拦路虎 就从来没有中断过 因为有前车之鉴 团队成员不敢辜负学校的厚望 CT团队成员 整整花了四年才成功研制 其中艰辛 难以用言语表明 以芯片为例 一个芯片 他们一开始连芯片如何控制都不懂 一个个小小的问题 都需要耗时三个月才能解决 能研制成功 也是凭借伊力去尝试解决一个个问题 CT研发团队 就靠着一点点学习 克服一个个难点 谋出来了一个样机 1993年 中国第一台国产CT样机诞生了 并且在次年就通过了国家的检测 1995年更是获得 亚洲CT十大科技进步奖 CT样机研制成功后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阶段 如何量产的问题 在第二个量产阶段遇到了更大的难题 从实验室到产业生产 这中间的跨度非常大 不仅耗时耗力 还特别费钱 如果失败 将会血本无归 所以谁能生产 也愿意生产CT机 就成了问题 当CT机落地遇到困难时 又是东北大学的副校长杨佩珍出面 他向东卵集团董事长 推荐了CT机项目 东卵集团是从东北工业大学 成长起来的软件企业 他们的董事长刘基仁 是中国著名的自动控制和计算机专家 同时也是东北大学的副校长 刘基仁接到推荐时 内心十分纠结 因为东卵集团内部 对于CT机项目争议很大 一部分人认为 企业的主要业务是软件 而非硬件制造 贸然跨航必然要冒极大的风险 而且研发从来都是耗钱大户 拿集团的生命来冒险 并不值得 经过反复的权衡之后 刘基仁还是决定冒险接下这个项目 因为它十分清楚CT机研发的简单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 中国医疗器械将被国外甩得越远 再也无法改善 1995年11月 东卵的CT项目正式成立 一个产学研一体化的团队 就这么无意间诞生了 产学研协作很多人都知道 但不明白它为何这么重要 它是指企业 科研和高校之间的协作 发挥各自的优势 企业有资金和生产能力 科研机构有技术研发能力 学校专业人才培养能力 这种模式以往都是诞生在西方国家 中国寥寥无几 还记得拿一手好牌的联想吗 曾经他们也是依靠这种模式 突破国外封锁的 联想加中科院 加尼光南组合 创造了中国计算机早期的神话 当然后来走偏了 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以东北大学为纽带的东卵集团 也同样集合了科研 人才 技术三大优势 在之后发挥出了巨大的优势 甚至在面对技术封锁的情况下 推动了CTG的技术发展 1995年 CT项目成立时 比较棘手的问题不是技术 而是设备 比如芯片 传感器 AP阵列机等关键性的设备 都在西方国家的禁运列表里 只要中国不能生产的零件 他们就不卖给中国 而是组装后再高价售卖 面对这种级别的禁运 别说东软CT团队 这是国家队出马 也无能为力 所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另辟蹊径 比如 用电脑系统来代替阵列处理机 一开始CTG处理和显示设备系统 不是用电脑控制的 而是AP 也就是阵列处理机 这种阵列处理器 是1971年发明的处理器芯片技术 技术先进 价格昂贵 属于高度禁运的产品 东软CT团队 没办法在短时间内解决 他们就利用自己的软件优势 创新性的用电脑 来代替阵列处理机 并开发出国产CT核心系统 国产CT系统的出事 震动了国际CT界 开创了CT技术革命 用价格便宜的PC 来代替AP 成为世界主流 国外老牌的CT 也不得不从AP转向PC 这就是产学研带来的技术优势 1997年 中国第一台全身CT机正式诞生 并在次年 正式成立东软医疗公司 推出第一款国产量产CT 东软CT C2000 完成了从1到N的蜕变后 国产CT开始第一次试水 C2000价格便宜 东软团队服务态度好 引起了很多医院的关注 但是在推广上 却遇到了问题 C2000刚刚问事时 这两虽然可靠 但还没经过市场的考验 医院领导心里是有顾虑的 医院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地方 稍有不慎 就会出现医疗纠纷 这也是他们选择观望的原因 东软集团为了打消医院的顾虑 承诺如果C2000出现任何问题 费用全部退还 这才打消了部分医院的顾虑 一些中小医院开始入手C2000 C2000DP销量就达到了50台 让东软内部看到了期望 此后更是加大力度推广C2000 并且继续研发新的CT机 国产CT就这样站为了脚跟 也开始与洋CT在市场上正式短并相接 双方为了争夺市场 用出了浑身解数 以GPS为主的国外CT品牌 看到中国实现国产化后 改变了以往高高在上的态度 他们一方面用降价策略打压C2000 另一方面开始向医院派驻销售代表 改变了以往的服务态度 并承诺向医院提供大额的回扣 企图毒死C2000的市场 而东软集团则在市场和技术上 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 一方面向全国上千家中小医院 推广产品占领中低端市场 另一方面坚决投入巨额资金 研发中高端CT机 CT机从诞生开始就在不断地更新迭代 从局部到全身CT 从全身CT到局部专业CT 扫描精度也从128层 一直上升到512层 而东软要做的就是 将目光升向高端和国外市场 2000年 东软CT在土耳其上线 正式启动了国际化征程 2001年时 东软推出螺旋CT 迈向中高端市场 2005年 研发出的泌尿诊断软件包 打开美国市场 2012年 研发出了128层螺旋CT 此后更是研发出了 256 512层高端CT机 开始迈向高端CT研发之路 最难能可贵的是 同时期成长起来的企业 远远不止东软 还有联影 麦瑞 高科等等医疗器械企业 他们与东软的脚步一模一样 都开始与国外医疗器械品牌 展开了争夺战 国产CT与洋CT的战场 越打越激烈 从低端到高端 从国内到国外 一路打到了美国本土上 甚至从CT打到了MR 直至在其他医疗器械的领域上 中国都在一步一步 实现了国产化替代 2020年1月末 武汉爆发了新冠病毒传染病 全国医疗资源起居武汉 反应最迅速的 就是国产医疗器械 在建设火神山 雷神山上 国产医疗器械表现的无可挑剔 麦瑞在10天内完成了 3000台医疗设备的调试与安装 连引搭建了数台CT 8台具备可视化曝光功能的D2 以及远程医疗系统 连接全国的医疗资源 2020年2月时 火神山上有一件 感动所有医护人员的事情 在CT室发生了 当时CT室 照常给新冠患者进行扫描 因为患者在检查后 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朝着CT室的医生 声声鞠躬 而后是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直到所有患者检查完 放射科的医生和许多工程师们 都被感动哭了 从1952年开始 中国医疗企业奋斗了将近70年 不就是为了在艰难时刻 我们自己的产品能挺身而出 而不用到处去求人吗 想想看 如果中国没有国产医疗器械 我们就要像印度一样 为了呼吸机 可怜巴巴地体求美国 为了疫苗像日本一样 用生命去尝试不可靠的产品 像欧洲的国家一样 乱成一锅粥 正如网友说的那样 国产再差 那也是我们的保命符 更何况 他们其实并不差 不管是东软 还是联影 或者是其他企业 中国在高端医疗器械的企业 已经不下十家 在自主可控上 也完成了全产业链的布局 虽然有些领域还比不上别人 但也足以保证我们国人的安全 2020年 是中国医疗器械走向辉煌的一年 中国的医疗产品 不仅在国内大放异彩 甚至支撑起了全世界的希望 但是国产CT的目标 肯定不止于此 我们距离国外还有差距 但是差距并不在于技术 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接受它 并且升级它 直到它成长为别人眼中的苍天大树 当那时 也是我们的生命之树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